對蔣萬公訪的話,你贏他嗎? 我不把這事情當作一個公訪,我是來立法院來搭訊 那我就本身誠懇虛心的態度,回答所有委員的問題 那你覺得最近蔣萬表現好嗎?對你問的問題 我不敢去評判立法委員 11月的時候可能要調那個健保費,那是不是會擔心這影響到你的支持度? 沒有,我們是自己的就是要把這樣的該做的事情,把它一步一步中規中矩的做好 當然會體察民意整個的一個公平合理性,那都會在考慮之內 因為柯市長要約蔣萬市團有點狼白河,要來對抗你的感覺,你自己怎麼看?要幫自己拉點盟友嗎? 我竟然沒有時間想這個事情,謝謝 實安會報當然在去年有開過,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其實很多的會議都盡量都是在小的團體裡面 或是用其他的形式來開,不管大大小小吧,從民間到政府 在我們防疫的概念裡面,不需要太多人聚集在一起 那至於實安會報其實是比較像是一個管理的 對於各縣市政府各單位,大家對執行相關實安需要的一些管理措施與監督或者需要協調合作的 是在那個單位裡面來進行 部長您曾經說過美豬吃是沒有問題,安全性沒問題 可是教育部跟國防部又說他們不會吃美豬,不是跟你們當初的利益好像有點相違背嗎? 在我們的安全容許量之下,這樣的一個肉品,那都是安全的 可是每一樣的食材的選擇各有不同,不是只有安全的而已 還有安心、美食各方面的需要 那在我們單位立場就認為就是在MIL之下都是安全的 那至於個人有很多的選擇,那是我們尊重 那前面剛剛我也談到,其實平常在地方很多行程的選區也都會跟科長碰到一面 我們也都會有機會交換市政的意見 所以事實上我在選區很多的服務案件還有相關的建設也都跟市政府有很多的互動 有交換到關於可以合作的意見嗎? 市政的議題我們其實中央和地方都配合很多也都有很頻繁的互動 所以溝通也有見面,好不好? 上次被說KO陳時中今天準備好了嗎? 你說陳部長怎麼樣? 就是上次被說KO陳時中部長,這次你準備好了嗎? 就是有什麼樣的攻防? 我想其實就是就事論事,好好的就議題來討論 那我們都是代表民眾把他們對於開放萊豬的疑慮表達出來 那也希望行政部門能夠說清楚講明白 每個人多講一句話 他的話,我們在走的麻雖然又對於明明你 出發地毀驚慮表達的 為何人人都不超級快